腔腔三人行 今天这一老一少啊 我看都跟李敖有关 一个是李敖的朋友 一个是李敖的儿子 但是你现在成我们凤凰会馆的邻居了 北大离我们这这么样的近 我还正想问问 你真能到我们这个内地这上大学 这生活你能习惯吗 是 习惯了 现在也都两个月了 北大可是夏天没有空调的 据我所知 学生宿舍 是 你行吗 我们要自己装电扇 把那个电扇夹在书架上 插点 我们都这样用 洗澡呢 洗澡去那个澡堂 我们运气好 我们宿舍里面还有一层楼有一个澡堂 有些还要去那个公共 对啊 你觉得这个条件 不是台湾大学的条件 生活条件是不是比我们这一般都好 可能好一点 可能好一点 我晓得也是四个人一间的 你现在是跟什么同学住在一个寝室里 就是跟那个我们同学都是我们院上的 院上的住在一起 是大陆人都是 是 你觉得真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合得来吗 合得来 我们像上次那个十一回来 我们就交换礼物啊 有那个内蒙带那个牛肉干 还有那个 也从三西回来嘛 就带一些特产 那个很融洽吧 我们那个宿舍 还好 还很融洽 比如整层的 还有整洞的 我们有六层楼 嗯 你当时想啊 要这个这个打倒台湾的教育 对吧 这这明明考上了这个台湾大学嘛 但是一定要上这个大陆的北京大学 但是呢 会不会真上了之后 也有失望之处呢 他失望 失望还好 就是 什么叫失望还好 他应该应该讲 大学生活那个没什么失望 外面的有有些失望 比如说 比如说之前这个 这两天我那个 我们家的全家福被那个 一部电影 这个礼明之前 上了我们这的谍战剧 对对对 我爸的时候被被砍掉了 然后把他们的男主角头给摆上去 我跟我妈留在那边 所以啊 你还真是应该在大陆 红起来的人啊 但是呢 我他他当时他 还送我一本书嘛 这个李康看乱记啊 我就一直有种感觉啊 这个两岸之间的互相人看啊 其实有一种心理 好比说你在骂台湾教育 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大陆 在内地 我们也一直在批评大陆的教育啊 包括是大学教育 不管是学者 还是学生 那么这个怎么看 这我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 那我其实有一段 我觉得讲的还不错 就是我觉得全世界 每一个教科书是好的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就像拿美国讲的例子吧 他涉及他国内的历史部分呢 不属于他的 属于他的他赖掉 那在国外历史部分呢 不属于他的他把他抢过来 就像这个二战 他这个把这个诺曼地登陆宣传 成这个成这个转立点一样 那他把这个史达林格勒给忘掉了 所以那日本更混蛋 他说我们这个南吉塔鲁莎 是我们自己编的 所以我觉得各种国家 他站在自己政府 自己国家出发点上呢 他去这个 他不去把这个真相给激露出来 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稳定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教科书啊 看来都是多少都有意识形态的这种这种色彩 最近你说你说起这个什么认同啊 台湾方向上好像这个出了点事 我们大陆的那个旅游吧 不是在台湾翻了吗 翻了说是台湾媒体还报道的时候 还是还有这种争论 说先救台湾人还是先救大陆人 就台独的报纸就说 又指责马政府 说我们救难的人员 为什么要先救大陆人 他那部巴士里面 全死的是大陆人呢 因为那部巴士里面大概21个人 除了司机跟那个导游小姐以外 其他19个死的都是那个那个那个大陆人 所以后来我们的救难人员 他讲的比较对 他说我们第一个救的是重伤的 然后再来救轻伤的 再来救妇虏 再来救男人 我们不管他是出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长哪里 像头发是什么颜色 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嘛 那像大陆的汶川 还特别先救台湾的 因为有台湾的3000个观光客在四川 那大陆当然觉得说我们希望能够跟台湾那个 表示最好最大的善意 所以他最先救台湾 那么在那个台湾出了这么重大的事情 整个巴士被那个山崩打到那个海里面去了 我们当然应该本来还应该先救大陆人 有台湾人我们还应该放后面一点 如果是站在两岸 真正和那个相爱的角度来看 结果现在没有 结果他也没有先救大陆人 他只是其实还没救到 反应这19个人现在尸体都找不到 制造了几个残肢 结果这个台独的报纸还这样子批评 所以这个台独把整个台湾所有的人性什么都扭去了 但是你现在里看啊 你从你们咱们比较关心下一代嘛 你觉得你比较你的台湾同学们 他们的脑子里被灌进这种意识吗 还有他们这么看问题吗 这我在北京有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 因为他是这个刘洋的 他在北京长大 可是在加拿大上学回来的 他有一次呢就跟我出去玩 那我们这一票台湾同学都认识他 他碰到他的高中同学呢 高中同学问他在北大认识了哪些人啊 他说他认识了四个中国人 我就取客问他有那么少吗 他说哦 你是台湾人 就他因为他他刘洋他搞不懂台湾跟大陆的这关系 所以他以为台湾不算中国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很多人以为啊 他们不管艺人也好来大陆工作来赚钱 或者台湾学生来读书就就认同 代表你认同这地方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很多人就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着想 那你比如说像你在那儿这个诟病台湾的这个教育啊 什么教科书 然后就表示要上这个大陆的这个北大 你周围的同学他们骂你吗 或者他们同 你周围人有骂你的吗 他把我骂惨了 惨斑了 就是他台湾那个 有一个那个国外的那个社交网站 他可以成立那个一个专业 就他们台湾大学生就成立了一个反对我的 现在上次看了5000人 现在不知道怎么上万了 因为之前我就说过那个台湾大学生太混了 然后他们就生气了几十几万人就就就把我把我那个不欢迎我 嗯嗯嗯嗯我觉得我没有讲错 那你那你比如说你敢说大陆的大学生这个太混了吗 我觉得他们混到我当然不是真的指他们就是读书都不都太个太混了 嗯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你们高中为了自己面准备联考 你们你们可以接受他这个荒谬的温食教育 那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嘛 嗯嗯可是当你上了大学你已经自由了啊 还有我这些人来来这个告诉你们应该来劝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你们还不听还就直接把我叫我滚蛋叫我把我骂成这样 那我当然觉得他们他们不长见我这主要是觉得他们混是混在这地方 哎我就觉得你们这一老一少啊是不是在台湾在那个地方地头上啊都会受到这种说你们不爱台湾的这种压力啊 不爱台湾就是爱国啊 对不对我爱中华民国我爱中国啊 台湾只是中华民国的一省啊 嗯那个我们还有福建省政府啊 金门马祖是我们福建省管的 所以我们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治权范围下面还有两个省的 一个是那个还有海南岛啊 因为南沙群岛也是我们理论上也是我们的 所以那个属于南海南岛省的 当然海南岛省没有设那个省政府 但是我们还有福建省政府 我们福建省政府在金门呢 哦是吗 对对我们有福建省政府 所以那个民进党的时候也是塞他的官员去福建省政府 他没有说我把福建省政府那个撤掉了 哦对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啊 爱的是中国啊 对不对我们不能爱台湾 所以我刚刚你刚讲的 这个欧美这些国家他没有国家认同的问题 所以呢他没有这个教书改来改去的问题 我们小时候为了反共把所有的我们不准唱一种兵进行曲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才是抗战中间最流行的歌曲 国民党跟共产党都共同唱的一个全国都共同唱的歌曲 可是我们不能唱我们唱松花江上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改成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对对对 山的那一边 对后来 那么可是呢我们这样一再改就像说他说高 我们小时候教的都是琴海清荒荷荒 还有那陶陶的金沙江什么的 现在都不准唱了都不唱这个要唱什么杀运之歌 杀运之歌是日本人以前那个一个一个电影的 就是说台独其实喜欢去最后唱的是杀运之歌 杀运之歌是歌颂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个歌曲 只是现在台独都想鼓励那个东西 那么所以这样造成的不但是我们社会上很多人那个头脑都混乱了 包括连报纸的那个一些大的编辑们都混乱了 最重要的是连外交官他们也混乱了 有一个外交官跟我讲一句非常痛心的话 他说我这一生呢是人格分裂 我做了30年的外交官 我的前15年到国际场合是生怕人家说 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说我们才是中国 大陆不是中国 大陆是是匪区共匪 我们才是中国 后我的后15年又生怕人家说我们是中国 我们不是中国我们是台湾 我们跟台湾中国没有关系 就现在总是 所以我们的外交部在这个 英文上面一直在那边做文章 中 China Taiwan 台湾还是台湾 窦点 China 这都不一样的主词受词 哎我就想李刊呢 像你啊说这个台湾的教科书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到了北大也接触了我们大陆的教科书 有没有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发现什么你觉得有意见的问题呢 他这个 因为武学的经济 他那个设到这个文史这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那个政治课 我现在 你读我们的政治课什么感觉 那个我觉得还普普通通 什么叫普普通通啊 他那个我觉得上了 其实没什么收获 就我这门 因为他这个叫做思想道德消耗于法律基础 那他那个就是教你怎么做人啊 那个你这个大学生要干什么啊 你还要怎么跟人家相处这种人生规划 所以他那个整堂课这个讲的就是一些比较平淡的一些问题 平淡的一些问题 你觉得关于怎么做人你都已经很得了独门真传了是吗 不需要在这教材上学了吗 我们做人已经做到台湾一千万人讨厌我 这不成万人闲了吗 我们去一下广告 将将再任性广告之后见 你看郭老师啊 我呀 是这 当然有大陆的这个朋友 我也我也很喜欢台湾人 我觉得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可是我也发现了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 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 哎 比如咱们私底下讲 这没什么私底下 就好比说我们北京的朋友 实际上讲起来啊 你不知道是爱之深则之切 还是什么原因 我们容易讲自己的不好 就好比说我们大陆人去到欧洲 那么很多人就是一边夸着欧洲 一边在骂我们中国自己 因为我们有很多弊端 有很多我们不满意的地方 甚至我跟台湾朋友在一起 我也发现这个现象 就是反倒是台湾的这个朋友 看着大陆就是好 至少都跟我跟我跟跟我们讲 就这么骂我们台湾这里的不好 这里的不好 那里的不好 说也大陆好 那么我们大陆人有的时候还跟台湾人说说 哎呀大陆的问题 你们不知道是吧 很多人的生活也是非常差的 而且这个贪污腐败啊 什么事情很多不规范 不靠谱 你可不知道这个这个我们这里的弊端 但是你看 反倒是台湾朋友说哎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十几亿人对吧 要给共产党时间吗 就说这才几十年 一下子已经比过去有了这么大变化 哎 反倒是我们很多很多时候大陆的朋友就会抓 哎呀说台湾哪 这是刚刚实行民主会有这么一些乱象 但是他慢慢呢会改良的慢慢会好的 你看反倒有一种彼此互相啊 骂自己夸对方的现象 这种现象老实讲我是不是在你身上也能感觉到 甚至在你爸身上也能感觉到呢 对哎 这是一种什么什么想法呢 就是他这个大陆人可以喜欢台湾的一些一些特点 嗯 他们可以崇尚这个一些开放 嗯 可是呢就不能拿台湾的当样板 就是他们我们觉得很大部分人对台湾的那个想法太太过于虚幻的啊 太为好了 甚至我有一种感觉哈 你跟这个李奥也挺熟 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他是不是有一种就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比如说他他恨蒋介石 我知道他他他恨国民党 对吗 那么哎呀这会不会就他就会会觉得对岸 不错 甚至于我发现你还实现了你爸小时候 你这岁时候 你爸小的时候有一个中学老师叫严乔 对对对 他实际上是碰见了一个偷渡的共产党 那个严乔是个共产党 当时他严乔说要带他回大陆建设新中国 那你爸当时还真相信这个严乔以为能带他回大陆 结果当然你爸是就没回去了 但是你看你真的是投奔大陆来了 这个就是这个历史循环 你给评论评论咱们快老师 我觉得李敖他主要还是站在民族主义下 第一个想要中国好 因此他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那些政策做得很差 加上可能受到严乔的影响 所以他要主张什么民族自由这些东西 然后又受到很大的迫害 因此他就对蒋介石政权有很大的反感 但是他对大陆他当然觉得说 大陆因为受到这些过去历史的这些问题 还有这个当时冷战 这个帝国主义的压迫的问题 所以他也经过很多曲折的道路 因此他对大陆总是采取比较宽容的那种看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认为我要把台湾这些假民族 那个真搞否定民族的事情 搞台独的事情给他揭发出来 其实我觉得就是上了大学 好像你比如说台湾的教科书这个有问题 也不等于说大陆的教科书没问题 我们年年也在反思 对吧 过去也有一些文过是非的东西 可是我你比如说是我自己感觉 我当天上了大学的时候 其实好像更多的是一个环境 教科书我都未必相信 但是呢他有图书馆就可以 这一点我倒挺欣赏你 就是自己去求取知识 对吧 我觉得尤其是到上了大学 是不是 那就是说这个这个自己去找出真相 我觉得这样得来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吗 对 他说过一句 他抄那个马克图文的话 我不让学校妨碍我受教育 对 我喜欢在这个这科书之外去学东西 这是你到北大的一个原因吗 你觉得北大能给你提供这么一个环境 我觉得对 他这个北京整体的环境都是比台北这个格局更开阔 我喜欢这种格局大的东西 格局大 我发现反倒台湾人经常跟我讲 说台湾格局小 那你说的格局 你举个例子 北京这里怎么让你感觉格局大 比如说他最现在就在办那个北京国庆音乐节 我已经去了两次了 就他这个节目20天 他这个节目就非常有意思 他比如说我前两天才看了一个部歌剧赛魅力 他是现在改编过把中国的元素融进去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东西这个就北京才见得到 哎是这这点文化演出 我跟你说他呀 我都没想到这里看弹钢琴还是弹得相当不错的 而且还要演奏那个什么来着 黄河颂 黄河颂 你是不是对于就是说你他觉得黄河颂在我们大陆 应该是年轻人啊 这个这个都很喜欢才对 但是你是不是发现好像在我们这也不是很多人知道 对 他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我很有这个热忱想去谈 我也晓得好多这个相关的背景 可是没有没有人没有人愿意谈 我就有一点点失望 我这是十一的时候没有回台湾 我就亲自跑去了那个湖口瀑布那边 在那边看了一个钟头 看湖口瀑布 那是格局是大 那是格局是大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 这个郭老师说这个李康为写这本书上了十几次台湾的编译馆 结果我们凤凰网那打字小姐打错了说上了十几次编译馆 编译馆 到咱的撇撇掉这些个政治问题啊 就作为说一个孩子啊 这主要学台湾史 我真的觉得这在知识结构当中是不是有点有点可惜是吗 对 台湾本来才400年历史 而且那是莫名其妙开始的 是外国人发现的 他的历史也保留下来的文物都是那个地气 都是那些契约 没有古迹 没有文化 他就硬把它膨胀成那个跟中国是台湾的比重 但是我想问问你啊 你说咱要有格局大的这个期许啊 你这将来是不是有志于要在大陆翻江倒海啊 还是还回台湾 有人问你这问题吗 我基本上不回台湾了 以后就在我们北京混了是吗 是是 那会头痛那头痛 是不是有这个将来加入我们政坛的企图啊 政坛的这个说不准 我先把那个经济学好啊 这个我我是我是喜欢的经济这方面 你喜欢经济 这是什么意思呢 喜欢经济 你觉得现在中国最缺经济呢 还是你觉得做经济最容易挣钱呢 这个挣钱也是一种那个奉献自己这个爱国的一种途径 给自己挣钱啊 也是爱国的一种途径吗 对对对 就是自己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按我们邓小平的说法做啊 但是我倒觉得有有有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讲啊 我们大学生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啊 没有什么理想或者说他们的就业的压力太大 前几年的这个扩招啊 是大跃进式的 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 说现在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 你不要跟他讲什么理想讲什么 他都是很实际的 甚至呢 你说他是不是还爱知识都很难说了 对他来说 什么有用 什么最实用 能找到工作 可能也是希望孩子学金融啊 学什么什么经济 就是说什么能找着钱 哎你有没有在这个感觉到现在你们这个同龄大学生的这种越来越实际的这种想法 我们大一的可能比较没有压力 大一的都还好 就是可能这些现象也听说了很多这个上了大山啊就开始找工作了边读书边边工作 这个我这个我看到 对大一嘛 还是找女朋友的时候 你准备在北大找个大陆女朋友吗 这个这个好事多么嘛 那个慢慢来 好说明好事多么 是不是已经有开头了 这开头也 这个就 还好 就是进展的也还还可以 也不是也不是跟一个 跟几个 这是广泛撒网重点培养 这有意思 那郭老师你这个发表的这番言论回台湾又会受攻击啊 这个我讲的是合线合法的言论嘛 什么就真的对不起 哎呀 要是合线合线合线 再见